聖誕音樂 這次我的新牌子 Fashion Memory 流行記憶 找來了我心儀很久的一位 我們的藝術工作者 慈青師傅 大毛哥 因為我們這次流行記憶 有一個collection是designcollection 那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設計師的合作 我覺得這一次有tattoo的大毛哥來為我們設計 可以聊一下你的設計理念嗎 其實我的理念很容易很簡單 只是要把女性心裡面想的事情放出來 其實我第一次就是邀請我們大毛哥 我就說大毛哥我可以邀請你來幫我設計嗎 那其實他接到電話的時候 他其實有點稍微疑惑了一下 他說那我可以為你做些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我很希望他 因為他是一個從事刺青的工作多久了 大概快二十年 二十年然後他看過所有大大小小的一些藝人 然後也看過很多正媒 然後也吃過很多的很藝術感的刺青 然後我很希望他可以用他的美的眼光來看一下 女人的感受女人的感覺跟美麗 所以這次我們就設計出來以花的概念 就是以各種不同的花我去引喻出不同的女性 那在畫的方式上我選擇了使用我們國畫的方式 我很潑墨很隨意的就去勾勒出花形 那因為我覺得用我們國畫的方式來代表的話 他就不會再去受限於說我們老是跟著世界潮流 我們會做出我們自己的潮流來 對 聽到這邊就覺得 其實就是我覺得男人在看女人的眼光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其實大毛哥跟我兩個人討論很久 那他以國畫的方式 潑墨的方式 來帶出女性中國的一個特別的美感 那花有不同的花是吧 有陰樹花 梅花 牡丹花 很多很多很多 對 大概六種吧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花 甚至代表女性的一個特別的象徵 那希望這一次這樣子很特別 跟大毛哥這樣子的 design collection 可以插出很棒的火花 也是花 非常期待呢 這一次我們的合作 可以帶出不一樣的一個文化跟設計 然後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們 可以期待我們這一次Fashion Memory 跟我們大毛哥一起crossover的這個系列